已经知道有些网媒没有名字了 昨天就立即宣布了即时停止运作 网站就会收皮 Facebook 币也会冻结 也会落画 也有一些知名的YouTuber 就即时离开了香港,逃跑了 不要说我逃跑了,我收回,逃跑了两个字 就是离开了香港去第二个地方 就是开展他的生活 在立场这个事件之后 香港里面很多朋友 我加拿大很多的网友、亲戚 甚至是花木兰都被很大压力 究竟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希望各位朋友尊重小弟的决定 我其实就很希望 就是和各位分享在香港里面的 所有的事件 我始终坚信一件事 就是要亲身在现场 和香港人一起呼吸这个空气 在同一个低气压里面的生活 我才感觉到你们的痛 我也不想隔了太平洋 然后跟着日日屌香港 说很惨很惨 所以我需要知道 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是不是至少 就是你老妹 是真的这么严重 是吧 就是至少给一个最正确的分析 我不是想在海外里面 高床暖枕 打着鞭炉 吃着寒烧 然后跟着 你老妹喝着红酒 是吧 然后跟着香港很惨 自己就打国际线 我最讨厌这些 所以 这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香港已经在消灭 很多东西都没有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我尽量可以拍得多 多少香港的港英时代 英国人留下给我们的好东西 就是历史的文化 历史的文化 历史的文化 遗迹 各方面 我拍得多多 在我时间 还许可 我人生安全 还是OK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 尽量留下这些记录 这个就是作为我 对香港的一份情书 因为 好像我之前 跟大家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1992年回来 今年 已经足足30年了 如果去到这个 2022年 我在 我不认了 我不信香港 有这个 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就是 回来这个 港人治港 就是香港 有一个 基本法保护 50年不变 就是 我也很 很向往 香港的一个 高效率 急促的 这种生活的方式 一样东西齐全 在这里 我得到 我自己的工作上面的满足 就是 财富 我太太在这里认识 结婚 在这里生了 花木兰 我整个根都在香港里面 就是 你叫我一时三刻 你叫我走 就是 我老实告诉大家 我真的 不是那么 捨得 但是 的而且 和大家 01年尾 分 心底的 就是 但是我自己 也知道 香港 这个地方 我很难再生存下去 有几个原因 当然 我做的事情 会令到自己 把自己放入温水 军之不立遗亡 我当然明白 但是 什么时候 我要拔插 走人 这个可能 也是在倒数 OK 希望 大家可以了解 这一件事 但是 另外 这一件事